哈囉我江江 今天我來教大家怎麼樣快速的升庄園 很多新手來問我這個問題 我乾脆拍一集影片好了 首先先從營地開始講起 我們這個營地自從改版之後搬到這個庇護城 雪原區域了 所以之前的位置在左邊的私人營地已經不存在了 現在在白樹高地在上面一點點 那首先先到我們的市政廳 我們直接點左邊傳送就可以了 OK那點開這個地圖目前只有幹部跟市長看得到 他這整個地圖的營地外觀是包含了這個 護甲店、中央廣場、家具行、雕像這些東西的 然後他以往是有 離島什麼的 區域的那個全部都變成同一張地圖上面了 OK那再來就是我們 每天必買的就是到護甲店去購買這個護甲材料 每天要買兩個 然後我們到這個武器店 一樣 每天必買這個機械材料 這一定要買 聯盟商城 這個配方產業就是看你的口袋深不深 想買就買 我個人是後期專研的時候一定要買這個配方產業 然後再來就是金條他一定會有這個護甲材料跟這個機械材料 這是一定要買的 主要是看你的口袋深不深 有錢就買好不好 有錢就買 然後這個禮包全部都買下來了 別看我四十幾萬 我也是存了很久了好嗎 好啦買的差不多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的背包裡面有哪些好了 OK目前我的機械材料有14 我的護甲材料有9 然後再來呢這是槍械打造台 可以做這個基礎配件新手的話是建議一定要做 因為剛開始的護甲沒有到很硬 這個是加 加一些防禦跟攻擊力用的 那如果你有大佬可以帶副本的話是當然最好 如果沒有就建議做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放上去 可以增加這個防禦跟攻擊力 還有一些暴擊、後座降低、戰步降低之類的攻擊 攻擊類的效果都有 OK再來就是右下角有一個莊園的圖示 有兩個小人的圖案 這裡點下去會出現地圖上面的營友的位置 不曉得他在哪裡的時候 你看這個地方就知道他在哪裡 就是超方便的 到比方說我要到這個營地地標 地圖上面點他或是左邊選都可以直接 傳送過去 算是一個蠻方便的一個方法 當然如果你想要 慢慢的跑也是可以啦 OK那到這營地地標的時候呢這邊是一定要打卡的 在這個樹下面直接按拍照 這樣就完成了 再來就是 每一週的 週貢獻2000這個一定要做 為什麼呢因為他 他那個 營地貢獻呢 那個勳章是可以 買 特殊材料 然後那個特殊材料是可以來做家具跟 賣金條的 對新手呢是 是可以賣東西的我覺得這個還蠻好賺的喔各位 不能錯過 那因為 這個營地貢獻呢還可以 用這個營地貢獻來購買 比方說 小麥是不用花錢 不用花貢獻的 但是如果你買像牛啊 或是鴨子啊就需要像牛 他養牛之後可以 會產出一些肉 那是可以賣 賣新幣的 賺新幣用 鴨子的話是羽毛可以做奈米 OK那我們的種植員呢 現在呢可以種什麼東西呢就請他來種植一下 那這個呢就是看你個人的需求 因為他可以做一些食物是 增加攻擊力的啊 一些什麼 採集的啊 是還蠻不錯用的一個 食材 當然呢你也可以去別的 別的營地去偷也是可以啦 我沒意見 哈哈哈 其實也不算偷啦就是去摘嘛對不對 就摘啊講好聽點 那我們下一個呢就是我們可以呢 直接傳送到露天便利店 地圖上面算是一個新的地點 很多新手不知道 因為他其實要花金條去購買 那會到一個像這個很大一棵樹的地方 看一下是哪裡 他是小兔子東啊躲進去啊 拍一張照 露宿街頭的時候就住在這裡好像也不爛啊 開玩笑我們就直接來購買一下東西 那這裡呢有很多東西可以買像這個產業 五張一組 然後他還有這個奈米素材 萊文資源香 這個都是看口袋生物生 直接來購買一下 別看我40幾萬我可是傳了很久很久 然後在右上角呢有個 莊園展示 點開那4個點點的時候會出現這個莊園展示 在左邊的選同一地呢就可以傳送過去 算是非常方便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很多新手不會一直在問 anyway 除了分過去之後還可以去他家吃飯 然後點贊 拿小禮物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功能 然後再來呢到我們的交易層 去購買 在資源這裡購買這個 小樹枝啊 新手最需要小樹枝 做木板啊骨頭啊做石磚啊 爪子做水泥啊 購買是最方便的 而且最省時間 如果你想要打怪也是可以啦沒意見 然後鐵礦的話呢就是做 鐵錠 可以做一些工具用的 或是用那個集訊來換 然後再來是專員展示再直接的傳回家了 連直升機都不用做 超省力 然後再傳回去市中心 或傳回去家裡或任何一個地方 OK再來呢每天 必做的任務就是 協議區呢有那個像黃色 的一個文件的一個圖示 這是所謂的限時援助 三倍獎勵的 這是每天必做的任務 因為一天呢只能做15個任務 而他這個就佔了三個而且他的金條是 是別的任務的三倍我覺得是蠻滑的來的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做的 那打開地圖的時候按這個標註 想要去的地方有沒有 然後按右下角有個導航 然後按開始導航 他就可以直接騎上去有沒有 然後機車旁邊有個自動 他就會自動騎過去 這我覺得超貼心的不然我每次都找不到路 OK我們來接一下三倍任務 那這個三倍任務呢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開始要先維護這個路行器 跟著這個地圖上面那個亮亮的地方走 主行器在哪呢 一共兩台把它修好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是這個 感染研究 這個是要打怪的 這怪打一打那就過關了 那新手如果你有錢的話可以去買這個加速的棒子 然後這個球棒呢移動速度提升到5%這個真的是 非常好用我從新手用到現在 而且好像才1200金條吧 一次武器不同 OK完成是不是超方便呢 2400金條入袋 每天就是這樣做就對了 OK那再來跟大家介紹這個白羽蜻蜓的這個採集無人機 如果你新手有真的是口袋深不深的問題啦 這個好像7萬塊的金條吧 購買他就可以做個無人機 那他有什麼好處呢就是他可以自動幫你採集 像我要採石頭啊採麻啊採其他的 我可以指定說他要採什麼東西 像現在有採石行動就可以設定石頭 他就會去採石頭有沒有 然後當 我通常都會先採一點點然後就換下一張地圖了 然後因為他時間到的時候那個錢呢他 他如果有得名的話呢你就可以獲得金條這樣子 不如小補啦 好不好 那這個呢就是一直 做任務就會獲得了像這個會員專屬是2000金條 像這個 勞動啊 生產啊 戰鬥啊 都會提升5% 然後 金錢會增加8% 所以打怪 獲得的新幣可以增加8%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營地的福利啊 這個福利呢有時候就是要跟市長要求 剛開始要 升莊園的時候遇到的就是這個骨頭問題 因為要打怪才會掉 掉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通常我們會先給新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做石磚算是很好的一個 然後再來呢就是營地的這個科技研發這一塊 這個是看營地的科技 那我們現在呢是開發了很多營地科技 個人的呢就是有個小頭像那個是一定要設置 他每一天呢都會扣營地的 的材料 因為營地要運作嘛所以他就扣掉一些材料 然後如果你有用這些呢就是對你的營地有些加分 那像這個呢護甲店的這個是 所謂的雙配件 比較大營地通常都會開這個 然後開這個呢是為了回饋給營友 因為他 就是所謂的周貢獻 縱詞的話就會獲得科技點 一定要捐給這個 市長或是點你想點的那個 技能點 所謂的貢獻呢是可以在我們的家具行 補氣店 然後甚至是那個護甲店 都可以買到特殊材料 我們到交易所呢就直接上架 像說這個劉文言好了 目前是350塊 然後這個石英莎是150塊 然後這個高強鋼目前是1500 OK以上就跟大家分享新手怎麼樣快速的升裝園 還有賺金條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啊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無論社群的獨房 可不得播放 智慧壞的翻唱 我確定的屏障 注意的形象 黑人變成煩燈 我天賦 怎麼個定數 經覆記錄 行進結了flow 經過了藝術的 聽說的病毒 還記得我跟你插去過 不如半個人 從自己戰身 為這塊面戰的 文貝新手 Rap up 看得更重的天 其他都不會說別人 廢他玩得真 他現在不記錄我 前面技術幫你划三個分